西澳的部分 这一部分 但是预期不合格 现在有超过的话会开发 环保署机查人员定点蓝车 检测机车排气有无符合标准 为了严加管制移动污染源 空无法三毒通过后 全台491万辆的二行程机车 将首当其冲 以车零16年以上的 就要求大家符合四期排放标准 那没有办法符合的 我们才态换 109年开始机车与柴油车 都必须符合四期排放标准 以机车来说 一氧化碳浓度必须低于 百分之三点五 氢氧化合物浓度 也不能高于两千ppm 简单来说 只要是民国九十三年后 出厂的机车 就符合四期排放标准 柴油车的开烟不透光率 则不能超过一点零 一期跟二期 尤其二期的那个柴油车量 大概就也满 车里也满二十年以上 那一期待就会就会更多 那这些呢 就是我们所要要去逃换 那个泰换的三期的柴油车 其实他我们也有补助 不满空无法的二行程 机车车主 上周日还为此到凯道 表达不满与诉求 环保局来说 在工厂上面查合也严格 在台上与车主沟通的 是环保署空瓶保护 及噪音管制处科长周理中 星期二晚间 还为了推动空无法 与同仁一起加班 却突然从椅子上倒下 一度没有心跳 幸好使用叶克膜急救扣 已经恢复心跳 转往一般加护病房 为了遗物管制 不仅车主急跳走 也苦了得被迫加班的 环保署人员 记得政治分线为一 安小组台北报道